教育不只限於學校內 走出戶外也可以品味生活 新北市光復高中將近50位老師和學生 到中和華新街參訪 每個人仔細聆聽導演員介紹 彷彿走進緬甸歷史的時光隧道 來到這裡當然要入鏡隨俗 跳上緬甸的防曬保養品TANAKA 至於感覺如何呢 剛剛塗下去的就是超涼的 然後很舒服 而且滿香的 然後我是塗原味跟檸檬口味的 就有兩個綜合 希望同學們來這邊學到就是 緬甸街的精神跟這一些 就是天然的一個文化 那TANAKA其實在緬甸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炎熱的國家 那當地的居民他們都會利用這個 叫做黃香煉木 是隨處可見的一個植物 然後把它磨成粉 用水做成薑液之後塗在臉頰 或是鼻梁下巴適中 作為防曬的用品 那今天就是請同學來特地體驗 因為我相信他們在其他地方應該也感受不到 緬甸的人都很喜歡喝茶 想說早上的話一定要喝到第一杯茶 還會有精神 不僅有實地導覽 更讓學生訪談店家 極由一問一答 認識緬甸特有文化 到底的美食地外彎當然也不可少 看老闆娘示範好像很簡單 學生自己動手做涼麵 美食製作出體驗可高到了許多人 可是老闆娘就是整個很快速可以做出來 像她剛做的那樣一份大概兩三分鐘就可以 可是如果我們自己做的話 就會想一下那個會不會加太多 然後弄一弄就可能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剛才去吃的東西其實非常的多元 像我剛才吃的是金山麵 然後我旁邊這位同學是吃咖哩角 然後就是他們其實每個的老闆都非常客氣 最後他還送我們一碗湯 不只是讀那個萬里書又行萬里路 就是除了在學校學習課業之外 我們還有就是體驗真正的一國風情 這就是學習的真正的目的 然後我很謝謝老師還有校長 就是辦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連結飲食與生活文化 光復高中希望增廣學生視野 包容異國文化 激發每個人對鄉土的認同感 用多元角度閱讀新北市 進而愛上這片土地的人文風情 結合一些實作的一個課程 孩子們都非常高興 也覺得說在台灣小吃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這樣一個 飲食的一個差異性 可以供我們來欣賞 來包容 來接納 因為一般我們孩子 可能我們印象中就是日本 韓國 其實很少有機會來接觸這種 比較像東南亞的文化 緬甸的文化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蠻新的體驗 因為我們相信學習的場域 不是只有在教室裡面 那現在的生活上面的內容物 都是可以值得學習的 所以像我們剛剛來到這個地方 孩子也很興奮的 就是品嘗到不一樣的美食嘛 然後吃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也學到了幾句的棉語 汪富高中翻轉傳統職本教育 鼓勵學生踏出校外 以輕鬆遠足的概念 無壓力的認識 加上環境與歷史文化 華富高中 北約文藝銀 讚 論家新聞戰役宣傳家運中可報道